三十而立 在许多人眼中 三十岁或许代表着成熟、稳重 但对于娱乐圈来说 这个数字有时候却像是一道无形的分水岭 特别是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古偶剧市场 近期开播的烈焰、雨凤行和花间令 却打破了这个规则 三位超过三十岁的男主角留学艺任嘉伦和林更新 不仅没有被年龄束缚 反而用他们的独特魅力 重新定义了古偶剧的男主角形象 在古装偶像剧的舞台上 青春洋溢的面孔一直是主流 然而 近期三部大热的古偶剧却打破了这一常规 他们的主角均以孤儿立之年 被观众戏称为中年古偶 这三位男演员 刘学义、任嘉伦、林更新 在荧幕上展现了与众不同的魅力 他们用自己的颜值和演技 诠释了什么叫做男人三十一只花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三部剧 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古装偶像剧中 绽放自己的光彩的 回顾刘学义的演艺生涯 可谓是一部充满奋斗与成长的史诗 从最初的配角到如今的独当一面 他一步一个脚印 走得踏实而坚定 在这漫长的八年里 他经历了无数的不公与不如意 但他从未抱怨 更未放弃 他深知只有不断磨砺自己的演技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立足 刘学义的演技之所以备受赞誉 离不开他对角色的深入钻研和对表演的热爱 他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翩翩公子 还是现代剧中的热血青年 他都能准确把握角色的特点 赋予其鲜明的个性 他的表演自然流畅 情感真挚动人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他对角色的用心与付出 除了演技出众 刘学义的原声台词也备受好评 他深知台词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他在台词方面下足了功夫 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演讲 还是柔情似水的对话 他都能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 将台词演绎的恰到好处 这种对台词的精准把握 不仅提升了他的表演水平 也让观众对他的演技更加认可 33岁的刘学义 在《花间令》中饰演潘月 一个被形容为绝世美男子的角色 而他无疑是用实力演绎了什么叫做岁月无痕 刘学义的成功并非偶然 早在31岁时 他就已经成功塑造过17岁的少年无心 并在少年歌行中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他的身材管理得宜 没有丝毫有逆感 让人不禁感叹 时间在刘学义面前 似乎真的无能为力 任嘉伦 沉稳大气 也能少年心 任嘉伦在《烈焰》中扮演的武庚 初期因为国字脸和沉稳的气质 让观众在看他饰演少年角色时稍感出戏 但任嘉伦并没有被这一点打败 他通过造型的调整 成功改善了角色的形象 展现出了人物的青春气息 这不禁让人思考 是不是我们对于少年的定义 有时候过于狭隘了呢 尽管该剧集在早期的宣传力度不够强烈 但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男主角任嘉伦 任嘉伦不仅在角色的呈现和动作戏的呈现方面展现出极高的完成度 整体表现可以说是完美的 而且当他和马苏在剧中扮演母子角色时 任嘉伦展现出了极好的少年感和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和代入 这让人感到非常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 35岁的任嘉伦和42岁的马苏之间的年龄差距仅为7岁 他们在扮演姐弟或情侣的角色时 可能会有一些小失误 这可能会导致网友们的嘲笑 特别是任嘉伦 如果他的状态不是很好 或者他的造型显得有些老态 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戏称为装嫩 尽管如此 任嘉伦不只是完美地掌控了角色的设计 在与马苏的对决中 他也展露出了出色的表现 不仅没有产生所谓的违和感 反而在两人的亲情戏中 增加了更多不同的看点和元素 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加自然和真挚 如果没有场外的年龄数据 任嘉伦和马苏就像是母子一样 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 对于男性演员来说 一直都格外地友好 相较于大多数女性演员 在30岁之后 就开始进行角色转型 或尝试扮演妈妈类型的角色 大多数男性演员 在颜值持续性和由此产生的竞争优势方面 表现得相当出色 林耕新在《与凤行》中饰演的神行指 虽然被指出脸不圆润 显得有些老气 但在动态途中 他的颜值依然能打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 年龄的增长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一个人的外貌 但却无法剥夺他的魅力 林耕新的魅力 正是来自于他多年演艺生涯的积累 以及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这部剧不管是开拍还是开播 都是有不少人嫌弃男主的 哪怕有楚桥传星儿和宇文月的CP粉 希望他们二搭来圆梦 但也对34岁林耕新的状态表示深深的担忧 楚桥传后 林耕新显然有些放飞自我 不太注重身材管理 以至于拍到的日常照片都有发福油腻的痕迹 再加上30多岁颜古偶 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年纪过大不适合的 果不其然 剧开播时 就有吐槽林耕新的声音 认为太油腻了 配不上赵丽颖 谁知随着剧情深入 却发现林耕新扮演的行指越来越有魅力 而且拍到后期 林耕新肉眼可见的瘦了 没有人再说他是油腻大叔了 取而代之听到的声音是 林耕新好帅 从宇凤行超前点印后 林耕新扮演的行指魅力放到最大 这个角色人设好 大家把他和白子化夜华对比 他成了仙侠剧最佳男友模范 之前那些给女主打销魂钉 挖女主眼睛的男主被骂惨了 把行指衬托成了仙侠男主范本 此外 林耕新形象和演技也撑起了这个角色 越到后期 他越有仙气飘飘的感觉 在剧中不弯腰驼背 仪态很不错 又自带一种上神的成熟稳重 那种尊贵不可侵犯被拿捏的恰到好处 当前电视剧市场的现象确实耐人寻味 年轻人缺乏剧拍 中年演员剧作不断 老年人多出演配角 但这样的现象 或许正是观众对中年演员认可的体现 他们用丰富的表演经验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让年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 在这个注重外貌和年龄的娱乐圈 中年演员在古偶剧中的表现 无疑是一场挑战 刘学义任嘉伦和林更新用他们的实力和魅力 成功打破了年龄的界限 他们让我们明白 真正的魅力与年龄无关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演员的演技和对角色的塑造 而不是紧紧盯着他们的年龄 中年演员在古偶剧中的表现 不仅为剧集增添了丰富的层次 也让我们看到了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有实力 有魅力 无论何时都能成为剧中的焦点